大家好,我是彈弓射團的社長 那我們現在來示範一下彈弓射儀標的裝備如何繼續使用 首先,這是我綁的皮筋 這個是3060的規格 我們的動力來源都是來自於皮筋 所以你看你的手臂的力量 如果你覺得手臂量夠醜用的話 可以來大家出一點的 我是拉3060的 因為我們長時間在射擊的時候,手會疲法 當你疲法的時候,那個打都會打不準 所以我選一個比較適合自己的皮筋 是3060的規格 這是我自己用的雷射印 皮筋先穿過雷射印的本體 然後卡到這個卡縫裡面去 穿過去後要拉緊 它這個是卡球式的 要拉到那個定位把它卡好 然後這個皮筋不能去扭到 然後這個皮筋不能去扭到 然後再卡另外一邊 卡好以後就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這個就是卡到定位 都要拉緊把它卡到定位 不要讓它彈出來 好,這是彈弓皮筋的上法 那再來就是 我現在示範一下是我自己的搭配 我都會 拿魚不要那隻手 我都會帶一個綿紙手套 帶綿紙手套是 因為那個紙環的縫隙比較大 我穿到那個紙環進去的時候 它可以填補它的縫隙 因為我們的紙環是靠旋轉設計的 那縫隙如果大的話 就會左右擺配的話 設計準度就會比較差一點 那這個放進去 這個帶上去以後 增加它那個 寬度 增加手指的寬度 這樣子比較密合 這第一個 第二個這個 這個綿紙手套比較滑順 它旋轉的話比較不會有摩擦力 好,這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拉魚的時候 不管打到吸引或是拉魚 它那個線在拉扯的時候 都要靠我們石石去貼線 有時候那個目標比較大隻的時候 那個線在拉扯的時候 有時候線會割手 所以我帶一個手套 我會有三個功用 另外一隻手套 我這邊就會帶防滑手套 好,這是我自己的裝備 看個人 這個沒有說一定要怎麼樣 有些人都沒在戴手套的 我自己會戴手套 好,然後我們就這個時候 再來就穿那個魚輪 這個是AT35的魚輪 大魚輪 這是我自己在用的 我大部分都是用這顆魚輪比較多 就是碗帶 為了讓魚輪固定在我們的手腕上 碗帶,穿過去 把它拉緊 那個鬆緊度就自己調 然後魚輪是在這種手勢的正下方 不是這樣方式 是這種這樣子 手掌朝直的正下方 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魚標 紙環啦 這是紙環 這是我剛剛講的紙環 手指伸進去 你看這樣的縫隙 整個就填得比較滿 然後它的滑順度也會比較高 然後再掛標 這是我剛剛介紹的魚標 魚標很多種啦 可是我們 一般打蜥蜴的話 這個用最普通的 最便宜的魚標就可以 這種這種子彈標就可以用 不用用到很好的標 那個是打魚的話 會有深度跟那個水深的問題 蜥蜴的話 用這種最便宜的子彈標沒有打就可以 然後再來就是掛標 掛標的話 記得 後面這個方向開關按下去 這個線就會鬆掉 捲這個線 線就會變緊 就會拉扯線 然後這上面這邊 又有煞車子可以調 正的話煞車子會增加 負的話煞車子減少 那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在射擊的時候 記得煞車子不要鎖死 因為當你如果 射擊如果姿勢不良的時候 至少打出去是鬆 打出去它至少不是鎖死的 至少那個標 那個標線還會被拉出去一點 所以如果說你是鎖死的 線沒有斷掉 你再扯回來的話 也會有危險 也會有危險的發生 所以這個煞車是不能 最好是一開始用的時候 是不要鎖死 你看這樣可以拉得出來 不要把它鎖死 等到你打到西 或打到雨的時候 你在看雨的拉力 再去調整那個煞車子 這樣子 然後拉出來一點點 從外側 外側刮標 不要從內側刮標 內側刮標到你在煞棒的時候 煞棒的時候 那個線 現在走在手裡面的話 它可能會產生摩擦 手會受傷 所以我都是建議外側刮標 外側刮標 外側刮標 外側 雨標放到這個手指環裡面去 放進去以後 要扣住 扣住變這樣 有些人是只有扣一點點 有些人只有扣一點點在設計 我都是扣到底 就看個人的習慣 扣好以後再來 這個這邊有個掛標處 掛標處 這個斜口處 這個斜口處 這個一定要跟你的那個標型 標全成平行 我們設計的時候是橫墨瞄打 所以這個掛標處 一定要跟這個層平行 把它刮上去 這樣才會順順 只是紫的 這樣才會是紫的 這個是一個點要記得 這是一些小細節 那這樣就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直接 放進去看看按下去 確定它是出現的 是軟 但是確定是出現的 很多人都忘記按這個 這個放進去看看按下去 確定出現 單功拿起來 掛標 然後 然後拉 這樣拉 然後 手指放 放的時候 它那個魚膠就會帶出去 好 魚膠就會帶出去 插棒 然後它就帶出去 魚膠就會被 被皮筋的洞門就帶出去 好 那就是示範的影片 就大概這樣子 實際的話 可能就是要一直在持續練習 因為這個彈弓這個是 這是一種技巧性的東西 好 這個不是說拿到以後 就會領導的 這個都要持續的練習 對 練起來就是自己的 好 那以上的示範就是這樣子 謝謝大家